爱情需要物质的滋养 如果在不缺物质的前提下 是不是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对方 可即使爱情靠的是感觉 物质和外貌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条件 阿嬷已经到了黄昏之际 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独自将儿子养大 现在的儿子在大学当教授 这个身份让阿嬷特别的骄傲 她不像平常人一样 会稍微谦虚一点 反而因为儿子的出众 总是不断吹嘘自己的儿子 多么了不起 人闹了也显不住 所以她和儿时的发小阿贝 在家咖啡厅工作 阿贝最喜欢着阿嬷 可爱与面子 并没有将自己的情感流露出来 而阿嬷之爽的性格 也几乎没有去多想 只是认为阿贝跟自己的关系 比较好而已 和他们工作的这家休闲吧 几乎都是老年人来逛顾 有位置宏婆婆和阿嬷非常不对付 她也喜欢阿贝 可也经常在阿嬷面前 炫耀自己的儿子 两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开嫁 出面全家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女人的战斗一旦开示 就是必须得有结果 可最多阿嬷没有多想 可内心却也是极度的在乎阿贝 她在事后强硬的指纹阿贝 为什么不再开嫁前 拉住自己 可这句话却引起了阿贝女儿 优拉极度的不爽 她已经老大不小了 可却一直没有出嫁 因为这个父亲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为了阿嬷受伤 所以优拉并没有给阿嬷好脸色 而阿嬷也懒得去跟优拉计较 只是阻碍了她几句 就转身离开 而阿嬷的毒蛇 不仅仅运用在外人身上 连自家的阿嬷 也不放过 她总是认为 就为阿嬷配不上自己的二字 所以各种难听的话语 道道不断 只要阿嬷走东 他已经走西 反正对着干就行了 作为尊子阿诚 就格外的说服 伙计骂她做音乐没前途 阿嬷却格外的支持 顺便怼一顿喜福 可又不能怼的一天 喜福病了 祝愿了 医生知道婆媳关系不好 就劝阿嬷不要让阿嬷情绪激动 于是一家人 就决定向阿嬷送到养老院 这个举动 让阿嬷非常难受 所以 她便在夜晚 独自一人出去溜达 无意间 却看到了一家摄影馆 所以 便打算去拍一张照片 然后就独自一开 用这张照片 当成遗照 可当从照相馆出来后的阿嬷 就遇到了流氓痞子的骚扰 对方不断的调戏 搞得阿嬷非常的不爽 可从对方的墨镜中 阿嬷发现的自己有不同 她变年轻了 变成了二十岁的模样 那家照相馆 也凭空消失了 变成了一家餐饮店 所以说变年轻值得高兴 和高兴的同时 她要怎么跟家人解释 于是 索性干脆不回家算了 给家人留了一张纸条 就彻底的离开了 阿嬷的名字 叫做莫顺 她找了阿伯 租了一间房子 可能是因为记忆衰退的问题 阿伯并没有发现阿嬷 变得年轻了 只是将空房子 租归了小年轻 莫顺 而原本已经认为 自己不需要打扮的莫顺 便开始了她的采购之旅 什么漂亮就买什么 年轻人的生活真的舒服 而不管怎样 莫顺毕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所以她依然喜欢和老年人待在一起 她就看到张伯婆在台上唱歌 吸引了很多老人 就这样子 莫顺不服气了 她也来到台上高歌一句 那嗓衣 征服了台堂的所有人 包括莫顺的孙子 阿成 而阿成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想看看咖啡馆 有没有奶奶 家人 已经快找疯了 警察那边也没什么线索 本因为自己很难会和家人扯上关系 可没想到自己的孙子 却找到了她 她的乐团 即使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她想请求莫顺 帮助自己 孙子的事情 莫顺当然愿意 可知道莫顺看到了阿成的乐团后 差点 洗得透血 因为阿成的乐团 真的是 太潮流了 原本以为自己的孙子会非常优秀 看来自己太过宠溺她了 很多大人就是无条件宠的孩子 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对的 可其实 这是变相扼杀他们 难道他们长大后 还有人 甚至会怪罪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那么宠自己 可虽然差劲 但还不至于到不堪落幕的境界 所以莫顺就陪了自己的孙子 开始了他们的乐团录演 凭借莫顺改了曲风 以及独特的嗓音 他们的乐团 瞬间爆红 数不定的严重费 让他们步入了小资 而优秀的人 总会有人赏识 一位艺人导演找到了莫顺 想要请求他 加入自己的团队 但这过程就出现了一些意外 导致导演 被警察抓走了 是一行乖乖乐乐的享受年轻人的生活 但他却误会了自己的家人 他们真的快找疯了 而警察在最近 也终于查到了莫顺的银行卡 有资金流动 在监控下 他们只能看到一发紫色预散 可这一幕却让阿贝觉得不对劲 就好像自家的主客莫顺 一群人第一反应 就像阿妈被绑架了 所以阿贝偷偷在莫顺房间找到的假假 这下子 他肯定莫顺就是解放 所以他打算在半夜偷偷袭击他 但因为年老体衰 却反被莫顺给绑住了 莫顺嘲笑阿贝 忍倒了 不行咯 可最后 还去向真相 告诉了阿贝 青春时的记忆突然开始浮现 阿贝想见了阿妈 年轻时了模样 他有了危机感 他喜欢阿妈 不管他什么样子 他都喜欢 可是现在 他要赶紧转练身体 不然更老了 阿妈或许就更不理他了 他的穿着打扮也更加时尚 一身平衣 酷学摩托 阿贝已经让自己认为最帅的模样 展现出来了 他从没有什么执行过 但两人的差距依然很大 莫顺 就像一颗蓝蓝升起的太阳 而阿贝 就像即将日落的朝阳 都很美 可绝不同 但很快莫顺 就发现自己身体的秘密 只要尽体出去 就会慢慢的衰老 而受伤的地方 阿贝正在仔细的断详 却被女友尤拉给看到了 一场误会就这样发生了 莫顺被赶出了阿贝家中 不加可危的莫顺 只能找到导演 虽然他不喜欢出名 但为了孙次的乐团 他也是得需要一些关系 而在一场很关键的电视台演唱会 莫顺替孙子打出了乐团的名记 而这时的阿贝 却因为出了车祸 躺在医院 这些莫顺都知道 但为了阿贝的乐团 他必须有舍有得 既完成阿贝的梦想 再去看阿贝 而赶到医院的莫顺 却得知阿贝需要输血 加小医院 没有足够的血缘 所以莫顺他决定 为了孙子 而变为曾经的模样 反正他本来 就已经活了70年了 阿诚的连生才刚刚开始 在数学前 一家人也都等待了 磨顺的秘密 所有的误会都被解开 所有的恩怨就此终结 他们是一家人 时间很快就过了一年 阿妈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的演出 让阿诚的乐团成功出道 在台下的他 此刻别提有多开心 和阿贝一如既往 穿着拉风的皮衣 骑着哭声的摩托 出现在阿妈面前 跟在下面聚着他 却变成了20岁的模样 但他依然爱着阿妈 因为这才是爱 片名 奇怪的他 这部电影还有另一个别名 重返20岁 很多年的青春都荒废了 他们没有珍惜 也没有历练 甚至在感情方面 也就略为烂情 等到三十岁 四十岁 甚至七十岁 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足够成熟了 但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爱情到底是什么 哪怕到了七十岁 或许都回答不上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你在哪里 我就想去哪里 这个想法很天真 但却有一点都不天真 心中充满了无限可能 或许因此可一无所有 但只要你肯努力 总会有机会降临 爱情需要物质 可却是先有爱 才有情 最后才是爱情 感觉对了 你啥都是好的 难道你不相信 你的另一半足够优秀吗 物质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是关键 重要的是你们双方 有没有爱 爱 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